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 PayPal公民新聞報 隨著產業的快速變遷 和祭祀文化的改變 現今社會的祭祀習慣 一較少使用到紙紮用品 傳統的紙紮文化 正在慢慢的消失 該如何延續與傳承 是胡植產業面臨的考驗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價值觀的轉變 古老的祭祀習俗也在不斷地改變 其中紙紮技術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正面臨著重大的挑戰 傳統的祭祀習俗中 紙紮屋 金銅玉女 紙紮車等 都是常見的配備 古早都是古大王子 古大王子 古大王子 而過去的紙紮屋可高達一層樓 尺寸約六尺 但現代人為了追求便利 更多的設計已經縮小到 可放置在桌上的大小 紙紮技術的傳承 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精湛的記憶 但年輕一代似乎對這種傳統技術的興趣 逐漸降低 另一方面 現代生活的節奏加快 也使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度下降 隨著老师傅的年紀增長 卻沒有人願意接受店鋪 胡子店家只能面臨著一個無奈的選擇 那就是結束營業 在這種情況下 無疑是對文化傳承造成極大的衝擊 對文化資產而言 胡子店的消失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這些店家所提供的不僅僅是產品 更是一種文化遺產的傳承 該如何保留這些手藝 並將其傳承下去 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彰化園林的白果山 早年居民大多種植楊桃果樹 有楊桃的故鄉之稱 但多年前一篇有關 生病患者使用楊桃中毒的報道 讓楊桃的買氣一落千丈 當地居民紛紛轉型 改成種其他的果樹 園林白果山風光宜人 十階步道穿梭在三河苑與果園之間 整個湖水里社區 只有這條寬六公尺的產業道路 兩旁市民宅 錯落在果樹下 住宅平房居多 住家門前大都鋪設石頭階梯 我們這個湖水坑是水果的坑 幾乎是等於楊桃的水果坑 但是因為楊桃在前幾年 就是有點落寞了 我們家以前都出山猶桃 那些猶桃沒有人不吃 我們吃得到的 誰有事不可以 那猶桃都受到沒人苦 但整片樹都哄你了 聽著張阿伯述說過往楊桃的經歷 讓人心酸不已 有一年新聞報導好像說 那個吃楊桃會敗心 對 其實這個報導其實不太正確 所以我們就一落千丈 對 應該是說如果腎臟功能不好的人 可能比較不適合吃 所以他們就改成蜜桃 湖水裡社區百年經典山上十階老屋 濃厚的人情味 值得大家細細品味與愛護 我可以記得 胡亂 胡亂 你 胡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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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亂